桃園捷運綠線G701標 盧竹區中正北路段發生公安意外 吊車疑似吊臂生太長 重心不穩 在拆護欄鋼膜時想一次搞定 重量太重導致整台車傾斜 造成鋼膜和吊臂相繼砸落前方卡車 一旁工作人員看到連忙跑開 將近10公尺吊臂從空中砸下來 鎮重工程車 吊車變成倒災衝方式 懸在空中 民眾看了下一大跳 所幸當時吊臂車駕駛人沒有受傷 看起來駕駛有沒有掉下 沒有沒有 駕駛在駕駛座裡面 都安全 吊臂車翻覆跟地面垂直90度 北上車道堵死 旁邊紅綠燈號製鐵皮通通遭殃 這起意外發生在9號下午1點多 當時有交管沒有其他人車被搏擊 所以算真會出事 這操作手操作手的這個操作的判斷 據了解編號P13-20橋墩 已經完成胸牆混泥土交織作業 工作人員要把鋼膜拆除 移到另一個工地 太重加上吊臂生態廠 整台車翻覆 事後廠商聯盟加派兩台吊車 要把出事的這台給扶正 這影響到旁邊棚駕的部分而已 會針對這次的部分 依照企業的部分處罰廠商 捷運工程局說 車翻覆 吊臂還砸壞工程車 算承包商作業疏失 立即勒令停工 現場改成南下車道雙向通行 另外會整理事故疏失 離清責任後開罰 TVBS新聞